XD 哈囉大家好我是Summer 今天來到Cawking4.8.15.1 測試版更新 更新速報 我們今天呢要來帶給各位觀眾 這次測試版的所有內容 這次更新了4台車的樣子 然後還有更新一個地圖 那我們這次就先帶給各位看 這次更新了這4台車 以及他更新的地圖 那這次這台車的所有細節待會也會展示給各位看 好OK首先第一輛呢我們就直接看這個Pagani Zonda 那這台車呢它是非常經典也非常厲害的一台車 因為這算是帕加尼的成名之作吧 它同時也是一個藝術品 重點是官方在對這台車的這個細節是做得非常好 它的建模建得非常精緻啦 那它的價格呢因為我已經先把它買下來了 所以這邊就直接跟各位講 它是賣5000CB 非常非常貴 但是我覺得它還算值得 那原廠的話呢馬力是764P 然後我們就先不要改引擎 因為改引擎它的聲浪就不一樣 我們裝渦輪跟這些其他配件就好了 這樣子的話能來到1156P也是非常兇啊 好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Pagani 對啊這個是要5000CB的非常貴 哇這個也太兇了吧 聽一下聽一下 很有機械的那種感覺 你們覺得好聽嗎 我覺得還不錯啦 然後這台車為什麼它厲害呢 來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現在下車有動畫 那好像只有更新的車子下車會有動畫 上下車都有動畫 你看這個開門關門 希望之後更新也都是可以這樣子的 然後啊它的可以開的地方有兩個 引擎蓋可以開了 它連車頭蓋都可以開 就跟真的Pagani這個藝術品一模一樣 然後我們看一下喔 用低冷身看 你看這整個前面的碳纖維細節 包括它的這個懸吊的部分 還有它所有的擺背這些 然後再來看後面這引擎 哇這顆 這顆AMG的引擎 你們知道Pagani的引擎都是用AMG的嗎 哇你看這整個結構 然後它的四出圍管 真的是可以直接從後面這樣子看出來的 就是網子裝這樣子透過來 再來是內裝的部分 我們找一個亮一點的地方 欸這個手的位置有點錯啊 不過因為是測試版 所以應該在正式版之後會改回來 然後哇你看這個儀表 只可惜上面的超轉燈不會亮啊 然後我們看一下旁邊的細節 哇你看方向盤的封線 然後這個它是紅色的內裝 前面這裡都是碳纖維的 它這裡有封紅線 然後這個應該是它的置物箱 這感覺像是真皮的 因為Pagani好像都做這種吧 哇這個紅色的縫線 整個銅椅的設計 包括這個5.4安全帶 喔不對這是4.4安全帶 哇真的是太讚了啊 另一輛是賓士 CLK GTR 這也是利曼神車之一啊 這個是經典中的經典 那它也很貴 要3000CB 我們先把它買下來再說 哇我的CB這樣子 照這樣子的消耗速度 可能再兩三次更新 就要消耗殆盡了 原廠是603匹馬力 那我們一樣先做一些升級 把它改上去 這樣子等一下會比較好開 它還有套件可以裝 第一個不知道是什麼 第一個好像沒東西欸 第二個是90塊CB 它做了這個空力套件 給它裝上去 超帥的 好這樣子我們改滿之後 它的馬力是9111匹 那我們就拿到遊戲中開一下吧 飛天兵士有人在湊喔 Here we go Oh my god Oh my god 好啦 我們先聽一下聲浪齁 我滿好奇這台車的聲浪是如何 這聲音好 好糟 我不太喜歡 這聲音怪怪的啊 我覺得CLK應該不是這個聲音的 可以拉到斷油嗎 好我們拉看看 真的超怪的啦 我們看一下內裝 哇它這個材質 哇這個材質好讚喔 蠻喜歡的 這材質有那種擠皮布的感覺 欸這裡AMG變成AMC 嗚~~ AMC 太酷了吧 居然有AMC這種東西 好啦那椅子 椅子的話就是這樣齁 它還是有做同椅的設計啦 只是上面 哇賽這個分離式的是怎樣 蠻特別的 好我們下車齁 下車有動畫嗎 喔有欸 欸它門往上開欸 它門是往上開的欸 欸它前後也可以開 我們再看一下這個門 哇 這是這是那個嗎 蝴蝶門 它這個往上開應該是蝴蝶門的樣子 真的超讚的 那我們把前面跟後面打開來看 OMG 喔等一下這個後面也開太高了吧 這整塊都掀起來了欸 哇賽欸這個3000塊CP也值得 也蠻值得的 哇你看它整個碳纖維結構 喔底下這裡 這個進氣的設計 這些全部全部的細節 都非常完整 然後你看它的避震器 它的擺背 還有它這些電線有的沒的 哇 你看這裡這應該是 這是什麼油箱還是副油箱之類的東西 然後這整個排氣管 哇兩根長長的這樣子 直接延伸到後面來 那你看這些架子啊 這些結構 跟它的引擎 欸這顆是引擎吧 這顆應該是引擎吧 喔引擎是下面 欸對啦 引擎是下面這顆黑色 然後這個是進氣結構啦 那有時候奇怪 為什麼引擎要蓋起來 3000CP突然合理了 真的 突然合理了 欸對 如果說它的門可以敞開 像引擎蓋那樣子 真的就完美了 你就可以讓它全開 然後你拍照這樣 上車輪子轉看看 好我把前輪轉過來 然後我下車 再來開前蓋 欸它的那個很細節欸 這根在拉的 這個轉向的這根走 它有給它做連動了 看起來應該是這樣沒錯 它的鋒刃 居然浮在空中了 你看這兩個 這個可能正式版要修一下喔 OK吼 CLK GTR應該就這樣子啦 那我們再去看下一台 再來是雪佛蘭 Kovett C6 哇現在C6 C7 C8都集結在一起啦 這感覺也可以辦一個 Kovett的車居 那我們把它買下來 它要500塊C幣 500塊C幣 應該細節就沒有 像剛剛那兩台那麼多了 那我們還是先來看一下 然後它的套件呢 就只能改尾翼啦 這三個這個 比較普通尾翼 然後再來有 哇這種從這個 保桿直接連接起來 大尾翼 然後這個跟C8的一個套件 是一樣的尾翼 那再來這個 喔這個是直接反勾式的這一種 這個也蠻帥的 引擎一樣齁 不要動 它會不會是機械增壓 我先不要裝渦輪 看一下 它有沒有激增的聲音 好齁 聽一下喔 聽一下喔 欸這算好聽欸 但我聽不出來 這有沒有激增 喔 喔 這什麼聲音 它怎麼一直 爆爆爆爆爆 除了這個聲音呢 不知道為什麼會爆爆爆 但我覺得基本上是好聽的 再一次 還有那種大美式肌肉車的V8的那種感覺 這台車自然吸氣 所以不會有渦輪 喔 難怪它沒有那種增壓的聲音 原來是NA的 對呀 它的放炮是不是變超多的啊 怎麼覺得它比其他車多很多 然後再再拉一次 等一下看它那個放炮 它的四出圍管 這感覺火超大的 喔喔喔 超強的啦 好我們看一下下車 一樣會開門喔 哇這個紅色內裝 欸它的車頭蓋可以開 它的心臟跑出來啦 這顆 欸前面有那個欸 你看這邊有它的綠心 然後這根管子下來 然後再來就是它這整顆引擎 這顆引擎的型號 有人知道嗎 但我覺得看起來 聽起來應該是V8沒錯 它的細節 應該就沒有那麼多 但是引擎蓋可以這樣打開 真的蠻有誠意的 然後車門也可以開 所以500塊CV 我覺得應該 也算是可以啦 如果你是真的對美式肌肉車 對C6有愛的話 可以買這車可以買 引擎蓋前開的設計也蠻酷的 好我們再來進去看它的內裝 這個內裝就比較普通的啦 欸沒有那麼頂級的感覺 喔其實在車內聽它的聲音也很讚欸 甚至我們還有渦輪的那個聲音 再轉過來看一下 紅色內裝 哇這個就是果然燒氣拉滿滿啦 欸然後再來中控制碳纖維的 還有這個非常古老年代的播放器 喔手排的捏 六速手排 哇這個讚這個讚 我們自備架 紅色的手煞車拉桿 超讚的 OK我們接下來去看 這是更新的最後一台車 最後它是一台SUV 喔它是休旅車 但是這台休旅車 也不是一般的休旅車 是Dodge SRT的休旅車 哇這個兇了 我猜這台應該就有激增的聲音了 它只要80萬的綠巢 但是比較便宜 只要是綠巢都OK啦 哇它也是紅內裝欸 不改引擎 先不裝渦輪 我們聽一下最純粹的聲浪是怎樣的 看一下有沒有套件可以裝 50塊CB的尾翼 好那我們先來聽一下 把聲音打開囉 準備見證一下有沒有激增的聲音 怎麼聽起來那麼像卡車啊 等一下太重了吧 底盤好軟 這是原廠的底盤 我覺得它原廠就感覺不錯了 原廠的重心跟底盤 就比較貼近真車拉 欸那我發現它有一個細節喔 它就是因為那種肌肉車的引擎 它轉速不能到太高 它到6000轉就換檔了 你們看 它到6000轉就換檔了 引擎蓋可以開嗎 我們下車看一下 哇這個門 引擎蓋可以開欸 哇 80萬CB的車 我覺得CBM這幾次更新的 這個引擎細節真的是 整個很有誠意 欸 它底下那個風扇 欸不對那不是風扇在轉 哭喔那個是陰影 我以為那風扇欸 哭喔 哈哈哈 被騙了 80萬CB我說 喔不是80萬CB 80萬CB是要吃土喔 80萬綠超啊 我們進去 進去車內喔 看一下內裝 哇 真的你看它紅線區 在6000轉到7000轉 我們拉轉一下 欸這有BUG是吧 你看它的 它這邊底下的這個 顯示是到8000轉 但是我們 裡面只有到7000轉啊 欸它手的位置也怪怪的捏 這個是它的播放器 在中間 然後一樣有自背架 它這個 擋桿就沒有像C6那麼戰鬥了 然後 一樣紅內裝喔 白封線 哇紅內裝配白封線 這個會挑 這個會選配 這我給過 我現在才知道這台車 原來是六人座 它居然有三排座位 而且它的 座椅中間是分開的 然後 一樣有自背架 我們再去看後座 後座看起來就比較小了 兩個椅子連在一起 然後沒有自背架 腳的空間感覺也比較小 大概就是這樣子 但是 其實這已經算 算蠻大了啦 而且再加上這台車 又那麼戰鬥 好啦 這台車也算有誠意啦 畢竟 門可以開 引擎蓋又可以開 內裝 也做的算蠻細緻的 然後只要賣你80萬綠鈔 這可以這可以 那這次更新的地圖呢 是在這個 CT1過來 這裡有一個 非常 蜿蜒的路 那這邊呢 它其實是一個豪華社區 OK 現在先來看一下這裡 這個是豪華社區的路口 它還有這一大塊 非常大的板子 這上面寫著 Vista Villas 應該是這樣唸啦 好那我們現在就進去吧 哇你看這個 整個進來 它就是一個 非常長的 歡迎道路 左右都是草 然後 你整個走進來 就很有儀式感 進來這邊就先給你一個加油站 好現在來到我們的豪華社區了 一路遠遠是第一棟豪宅 這些房子呢 其實它都是花瓶啦 它沒辦法買 就真的裝飾在這邊而已 然後這也是第二棟豪宅 你可以走旁邊的捷徑 或者是直接走這個主要道路 結果在這裡甩尾應該也很舒服喔 然後我們走過來 其他的房子都長得差不多啦 我們就先跳一 隨便一棟 進來看一下好了 大概就是這樣子 這裡就有一些椅子啊 然後腳踏車 跟這個 它的指示燈 然後房子大概就長這樣 然後後面還有網球場 這個應該是 社區共享的網球場這樣 哇 豪華山莊啊 我們再往上走一點喔 好這邊應該是山莊的最頂部了 有一棟藍色的房子 然後它房子形式也是好幾種啊 我覺得在這邊甩尾應該真的蠻讚的啊 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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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on 這邊大概就是 都是這些房罩 欸這棟房子比較不一樣 這棟房子更豪華了 我們看一下厚 來下車 下車 下車 這裡有狗 哇 這裡沒有狗 然後還有游泳池欸 這裡游泳池下去 誒 這下不去 我會輕功水上飄 我直接站在上面喔 太酷了吧 好啦 這大概就是這裡了 我們之後再仔細探索一下 對啦 讓我們給你們看一下这个 更新日志哈 這邊它沒有更新 沒錯 更新日志不更新 他還是停留在4.8.14版的 所以這個不知道會在下次測試版再次更新 我們正式版不確定什麼時候會更新 明天聖誕節啦 祝各位聖誕節快樂啊 那這邊就借我宣傳一下吧 我們CPMX明天有開始做活動 聖誕節的活動 滿三天有八折折扣 然後滿五輛再送你一輛車 讚吧 總之呢 這有優惠 好 那我們這集的更新書報就到這邊結束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以及支持夏天的頻道 記得要訂閱按讚分享 不用忘記打開小鈴鐺 那也可以追蹤我們的這些社群 或是加入Discord群組跟其他的粉絲一起交流 那也可以支持這些我們自己的品牌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是Summer 我們下次見 掰掰